等了八年 这个台北的信义捷运呢 在年底终于就要通车了 它的最大卖点呢 是它的这个车站非常特别 有的像贝壳 那么有的还有水流瀑布 各个都有特色 应该像蚕壳 有吗 长得像甲虫 世界上哪有什么东西 又像甲虫又像蚕壳 不然你来看看 年底就要开通的 新银线 世贸站出口 造型打货以往单调设计 圆滑曲线 白色钢骨搭配透明玻璃 好像要从地下 钻出来的什么东西 自然啊 然后风风采光应该很亮的 除了像虫的世贸站 大岸森林公園站 也有独一无二的凹亭园 环形回廊 大面积透明采光 地下车站也能看见阳光 新银车厢 相采用和淡水新电线 一样的高承载等级 每小时可输运2万名旅客 通知后初步规划 原本的淡水新电线 可能分家 淡水将连接信义 简单来说 未来捷运能从台北车站 直达世贸中心 新银线主打创意设计和交通便利 全台同样很有特色的捷运站 还有也采用时尚简约风的 新北投站 带有复古风情的淡水站 另外高雄美丽岛站 内部的穷景艺术 也堪称一绝 28年年底就要完工的新银线 正式上路前 先靠超西新的车站造型 制造话题 周星旅舟王正 台北采访不到